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生怒的妹妹将花瓶砸向我的脑袋 技术冷冷盯着我 问我是不是作弊了 而我的亲生母亲却满脸失望 责怪我一直在她面前演戏 我捂着鲜血淋漓的额头 心底却无比畅快 真好啊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的高考分数是656分 全是文科第三名 毫不夸张的说 全国top10的名牌大学可以任意挑选了 而我出自13中 全是综合排名倒数第一 以风气差而闻名的垃圾高中 13中自建校20多年来 从未有过学生考上一本的先例 我是唯一一个 没有人知道 我为了今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小学五年级时 我爸因为机器故障在工作室出事 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我妈觉得整个天都塌下来了 整日惶惶不安 一泪洗面 我也难过害怕 悲伤无助 可是我觉得我妈比我更脆弱 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坚强起来 那时候我一边上学 一边强迫自己振作 一边学着做家务 一边安慰我妈 只有到了晚上 我才能捧着爸爸的照片 躲在被窝里哭 一边哭一边在心里跟爸爸道歉 对不起爸爸 我不是不想你 只是白天事情太多 太忙太累了 没有空想念你 晚上才有一点时间留给你 你不要生女儿的气好不好 女儿真的没有忘记你 我以为 以后只剩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了 我以为 妈妈这样悲痛 是因为对爸爸感情太深 可是一年后 有人对我妈介绍对象 和那人见了几次面后 他就带着我果断改嫁了 哦 还带着我爸的20万赔偿款 我并不是反对我妈改嫁 只是对他的行为不太能理解 在我的印象中 爸妈感情一直很好 我爸上班 我妈家庭主妇 他们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两人将我们这个小家庭经营得很好 我爸是工厂里的寄工 工资不是很高 但家里开销不大 我妈又勤俭持家 家里过得也还不错 我爸工作辛苦 我妈心疼他 总是变得法的 给他做各种好吃的饭菜 他由此练得一手好厨艺 所以我就不明白 我爸去世后 我妈的伤心难过 都是真情实感 可是他怎么就能马上收拾心情 去嫁人了呢 我能很真切地感受到 自从见了那个男人后 我妈从悲悲怯怯的情绪中 一天天肉眼可见的情绪变好 到后来欢欢喜喜地 跟我说他要结婚了 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是不能理解 忘掉一个人 可以那么快吗 爸爸才过世一年 他就开心地 要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了 最重要的是 他跟那个男人认识 才一个月的时间 他是个成年人 而且是二嫁带着女儿 难道在结婚 不需要慎重考虑一下吗 对方的条件怎么样 性格好不好相处 人品如何 这些不都是慢慢相处 以后才能感知的吗 他为什么能像一个 涉世未深的小女孩一样 冲动 别碍脑 不管不顾的 就要跟一个 还不怎么了解的人结婚 为这是 我曾经很认真的 跟他沟通过 他的解释是 作为一个三十多岁 带着孩子的寡妇 能找到一个要碳男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给他分析 他长得不错 看起来也不显老 在外貌上还是有优势的 而且 我们家还有一套房子 他还有我爸留到二十多万 这条件一点不差 我告诉他 找对象是凝缺无烂 一定要相处过后 了解对方的品行后再决定 我还安慰他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也不用着急 家里有存款 也没有房贷的压力 他找一个轻松点的工作 就算工资不高 我们节省一点 母女俩的日子也能过下去 等以后我大学毕业了 我挣钱养他 可是他不听了 非要看低自己 说自己年纪大了 等不起了 急匆匆抓着个男人就要结婚 那时我也只是个小学 还没毕业的孩子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我拦不住 继父姓方 我叫他方叔 据说方叔的老婆 现在没本事 跟大老板偷情被发现后 直接离婚跑了 方叔也有一个女儿 叫方露露 离我小三个月 第一次见面 方露露指着我头上的 蝴蝶结发卡说 芸汐姐姐的发卡真好看 我妈笑着说 露露喜欢蝴蝶发卡呀 那阿姨下次送你一个 方露露一脸天真 真的吗 是跟芸汐姐姐这个一模一样吗 我妈有些为难了 她问我 你这发卡在哪买的 还有吗 我老是摇头 以前在我们学校门口的 小麦不买的 早就没了 接下来 我妈做了一个 让我目瞪口呆的动作 她直接伸手 将我头上的发卡取了下来 递给了方露露 露露 不是阿姨不给你买新的 是确实没有了 这个有点就 你别嫌弃啊 方露露喜滋滋的 当场将发卡 别在自己的头上 我委屈极了 大声说 妈 这是我的发卡 方叔也板着脸 露露听话 把发卡还给姐姐姐 方露露顿时眼泪汪汪 呜呜 我就是喜欢这个发卡吗 人家都有妈妈心疼 就我没有 我没有好看的衣服鞋子 人家都笑我是没妈的孩子 我不理解她的逻辑 这个发卡 和她有没有妈妈心疼 有什么关系 再说 我的发卡 也不是我妈买的呀 可是 她这一招很有用 没人在乎她话里 有没有逻辑 反正两个大人 一听她这么说 都一脸心疼 忙着哄她 没人再提发卡的事了 我妈还一脸慈母表情 语气温柔 露露 以后陈姨就是你的妈妈 陈姨 给你买好看的衣服鞋子 把你打扮得漂亮亮 看谁还敢笑话你 看得出来 对于在婚后的生活 我妈挺满意 她又恢复了以前 家庭主妇的日子 做饭 洗衣 打扫卫生 有了丈夫后 她像是重新找到了 生活的主心骨 仿佛晕头转向了蚂蚁 找到了洞穴 有了忙碌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 她跟我不是一个脑回路 以前就我们两人的时候 她一天基本不用干什么活 早饭我在外面解决 中午回家吃一顿 她还经常忘记做那顿饭 体谅她还沉浸在 失去丈夫的痛苦中 晚上我放学后 都是先做饭 吃完饭后洗碗 打扫卫生 然后再去做作业 而她在婚后的日子呢 方叔的工作是三班倒 上早班要五点多起床 所以我妈五点钟 就要起来做饭 一开始 方叔倒也说过 不用我妈那么早起来做饭 她随便在外面 买两个包子吃就行了 可是我妈心疼啊 说她干体力活 一定要吃好吃饱 而且她说自己不辛苦 跟她做一天 苦力比起来 自己只是起个早而已 不算什么 等吃了几顿我妈做的早饭 方叔再也没说过 不让她早起的话了 我妈对此还挺自豪 觉得丈夫喜欢吃自己做的饭 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伺候完方叔吃早饭 我妈又要接着 做我和方露露的早饭 我俩七点起床 吃完早饭要去上学 至于为什么要重新做早饭 因为方露露和方叔的口味不一样 方叔因为要干活 喜欢在早上吃馒头 包子甚至炒饭 这样能饱肚子的实在活 而方露露早上喜欢西食 比如粥 豆腐脑 面条等 其实我和方露露的口味也不太一样 她喜欢味道重一点 我喜欢清淡一点 但是不想我妈一早上 做三遍不一样的早餐 一向都是方露露吃什么 我吃什么 虽然我妈嘴上说不辛苦 可是脸上的疲惫 却是掩饰不了的 她是我亲妈 也只有我会真正心疼她 晚上回家 我会像以前一样 帮我妈洗碗 打扫卫生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而方叔和方露露这对父女俩 在家里是油瓶倒了都不服的 在我看来 方叔比我爸差远了 他有些大男子主义 在家里说一不二 不喜欢有人反驳他 还经常白脸色发脾气 而我爸呢 他脾性温和 从来没跟我妈红过脸 在家里 他也会经常帮我妈做家务 在我的印象中 我妈很少拖地 因为每天晚上吃完饭后 我妈洗碗 我爸就会自觉开始擦桌子 拖地 我爸以前的工资卡在我妈手里 他自己很少花钱 要买什么东西 就跟我妈说一声 方叔可不会这样对我妈 他每个月就给我妈 两千块钱买菜 其他什么都不管 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两千块怎么够 更别说方露露还经常问我妈 要这样呢 不过我妈从不抱怨 因为她有钱啊 她拿着我爸的二十万赔偿金 还有之前我爸的工资 攒下了几万块 方叔给的钱不够了 他就拿自己的钱出来补贴 对此 他倒是一点不觉得有问题 还振振有词 说这个家他们两个大人都有责任 方叔挣钱了 他拿钱出来 花也是应该的 我真想敲开我妈的脑袋看看 在经历了我爸那样体贴的男人后 他是怎么还能干之如意的 享受现在的婚姻的 虽然我心疼他 但是他自己心甘情愿 我也无能为力 至于我自己 对于这个重组家庭 我的要求很简单 大家和平相处 互不打扰 但很显然 有人不这么想 从那个胡蝶发卡开始 我就发觉了方露露对我的敌意 他喜欢抢我的东西 喜欢故意找我的茶 喜欢看我妈偏向他 自从我们搬到方家后 方露露就用各种借口 从我妈那里要走了我很多东西 衣服 书包 玩具 甚至是我以前的床单他都要 而每次 我妈都是毫不犹豫的 把我的东西给他 我不是没有反抗过 在他第一次没有经过我同意 直接从我的衣柜里 拿走我的连衣裙时 我就跑到他的房间 将衣服抢了过来 无论我妈怎么红怎么劝 我就是死死抱着裙子不松手 方露露就一直哭 哭的声音都哑了 我妈抱着他红 露露 陈宜明天去给你买件 更漂亮的裙子 第二天 我妈就真的去商场 给他买了一件 跟我同款式的裙子 但更贵更精致更好看 不仅如此 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妈就不跟我说话了 一直冷脸对我 她带着方露露去买裙子 回来后两人说说笑笑 方露露去换上新裙子 抱着我妈的手臂撒娇 谢谢陈宜 你对我真好 我妈也笑 陈宜说了 以前你受苦了 以后要让你想一想 有妈妈的福 看着他们亲密无间 我心里酸涩极了 这是我的妈妈呀 我窃窃说道 妈 我去把饭蒸上 晚上吃什么 我把菜洗好 我妈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静止 走进厨房 开始忙碌起来 方露露得意瞪我一眼 走到厨房门口 笑嘻嘻道 陈宜 晚上我想吃煎鲫鱼 我妈语气宠溺 好 陈宜给你做 站在客厅的我恐慌又无助 我的妈妈不理我了 自从爸爸去世后 妈妈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唯一的情感寄托 年幼的我对她 还有如目之情 已经失去父亲的 却被她冷漠的表情给劝退了 吃完饭 我躲在房间里 一分一秒的煎熬着 数着时间 终于挨到了夜深人静 方叔和方露露都去睡觉了 我妈在洗澡 我站在洗手间门口 低着头听着里面的水声 怀着忐忑的心情 等着她出来 卡哒 门打开 我妈擦着头发走出来 妈 刚开口 我的眼泪就哗哗流下来 心里充满了惶恐 无助和委屈 她没理会我 走到沙发边坐下 烂条丝里用毛巾擦着头发 我低着头抽气着 她不开口 我也不敢动 许久 那边终于传来声音 过来 我如蒙大赦 立马奔了过去 她并没有让我坐下 而是直直盯着我 缓缓开口 知道错了吗 我搅着手指头 强忍内心的委屈 妈 我错了 她坐直了身体 神色严肃 芸汐 露露是你的妹妹 你要爱护她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任性自私了 知道吗 妈 我知道了 我带着哭腔 你不要不理我 嗯 只要你听话 妈妈还是跟以前一样爱你 从那以后 我以前的东西 不断被方露露看上 怕我妈生气 我再也不敢反抗 无论什么东西 都老是交出去 为什么说是以前的东西呢 因为自从我们合成一家后 我妈买任何东西 都是优先考虑方露露 她再也看不上我的东西了 比如买书包 她是专卖店里的正品 而我是路边摊的水货 慢慢的 从穿着打扮上看 我和方露露的差别越来越大 明明是一个家庭出来的小孩 她一身牌子 打扮得像个公主 而我一身劣质 灰头土脸 我们平时一日三餐 都是在家里吃 作为小学生 平日的花销不太多 里面上 我妈每个星期 给我们两人个20块钱 但我知道 其实方叔在私底下 经常会补贴方露露 这我能理解 毕竟她们是亲妇女 谁生的谁心疼 但我不能理解 我妈竟然也时不时 偷偷给方露露塞钱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每次我妈给她钱了 她就会得意洋洋的 在我面前炫耀 陈怡刚刚给了我10块呢 让我买雪糕吃 看着她手里晃动的钞票 我低着头 默不作声 后来 在她又一次炫耀后 我忍不住也去找我妈要钱 妈妈 不是给你零花钱了吗 你还要钱干什么 她问我 我老是回答 我想买一套漫画书 芸汐 你现在是学生 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不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课外书 我妈说 我小声反驳 可是方露露还买了一个八笔娃娃 要一百多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不要老是盯着露露 我妈她了口气 再说 露露买玩具的钱是她爸爸给的 我又没上班 哪有多余的钱给你 可是 你明明偷偷给方露露钱了 她都跟我说了 我很不服气 芸汐 你是妈妈的女儿 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妈妈 为我着想一下 妈妈对露露好 还不是想让他们真心接纳我们 让我们能在这家站稳脚跟 最终还不是为了你能过得好点 我妈苦口婆心 对于她的话我很不赞同 我们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明明是平等的 为什么非要让他们接纳我们 怎么不是我们接纳他们 还有 她是为了我能过得好点 明明她在婚后 我过得比以前差多了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重组家庭 不过 这些话我都没说 就像我妈说的那样 在这个家里 我是和她最亲近的人 也只有我能体谅她 心疼她 我不想看她为难 可是我的处处忍让 并没有换来方露露的理解 反而让她更加得寸进尺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 我考了全校第一名 拿到成绩单 我兴奋不已 一路快跑着 想回家把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我妈 可是一进门 我却看到方露露 正趴在沙发上哭 方叔和我妈在旁边哄着 妈 我将内心的喜悦压抑下去 尽量语气平和 但还是抑制不住嘴角上扬 我考了全校第一名 我满脸稀奇的望着她 等待着她的一句夸赞 可是我妈却忽然瞪向我 神情带着我从里见过的凶狠 闭嘴 现在回房间 我被她的样子吓到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下意识后退一步 乖乖跑回房间 过了很久 外面方露露的哭声 终于停下来了 又过了一会 我妈推开房门 走了进来 我紧张的问 妈 发生什么事了 我妈神情严肃的说道 芸汐 露露这次考试成绩很差 她很伤心很难过 你是姐姐 要懂事 所以 在家里不要再提起你的成绩 记住了吗 我的心瞬间凉了下来 原来如此 为了照顾方露露的心情 我连自己的成绩都不能提 我妈还真是个体贴周到的好母亲啊 看着我妈打开门准备出去 我开口 妈 我考了第一名 你一点都不为我高兴吗 我妈露出一个牵强的笑 妈妈知道 芸汐一向是最棒的 我站在原地 眼泪慢慢溢满眼眶 这样一句敷衍的夸赞 还不如没有呢 吃晚饭的时候 我妈还在安慰方露露 露露 一次没考好不能说明什么 陈寅相信 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下次一定能考好的 我心里吃笑 这是一次没考好吗 方露露哪次不是倒数 再说 就她那上课睡觉 动不动逃学的学习态度 想考好估计要等到下辈子了 方露露一抬头 正好看到我眼里的嘲笑 完了 我心里紧 下一刻 方露露的眼泪 就巴达巴达落下来 我妈慌了 露露 乖啊 别伤心了 要不这样 陈寅满足你一个愿望 你想要什么 陈寅都给你买 就当你小生出的礼物了 方露露看我一眼 目光里闪烁着恶劣 她吸了吸鼻子 真的蚂蚁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 方露露指着我手腕的电子表说 我想要芸汐姐姐的手表 我紧张的将手缩到背后 方露露 她怎么可以这么坏 她明明知道 这个手表对我有多重要 她就是故意的 这个电子表是我十岁的时候 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因为我很爱惜 手表保存的很好 用到现在还没坏过 但我知道 方露露看不上我这个手表 我妈第一次跟方露露见面 就送了她一个最新款的电子表 作为见面礼 她那个手表的价钱 是我这个的三倍 方露露私底下还嘲笑过我 说都什么年代了 还戴这么老土的手表 可是现在 她这张口 要我这个她笑话过的手表 我不知道 是因为她曾经在我面前 炫耀她的高级手表时 我没有表示出羡慕 没能满足她的虚荣心 还是因为 她看我太宝贝这个手表了 就是纯粹的找茬发泄 夺走我心爱的东西 不想让我好过 不行 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手表 我使劲摇头 我妈看我太激动了 想了想 对方露露说 露露 她这个手表太旧了 样式也不好看 陈毅不是给你买了一个漂亮的吗 你要是不喜欢 下次我再带你去买个新的 方叔也在旁边呵斥 露露别不懂事 方露露一脸累去 可怜巴巴 我就是看姐姐学习成绩好 她又一直戴着那手表 就想着 是不是那个手表 是她学习的幸运服 能保佑她取得好成绩 方叔哭笑不得 露露 这是封建迷信 什么幸运服 什么保佑 你小小年纪 怎么信这些 我知道这不可信 你们就当是我无计可施了吧 我太想在成绩上进步一点了 说着她看向我 祈求道 芸汐姐姐 我求你了 就当是满足我的心理安慰吧 让我试一试 我就待几个月 如果成绩还是没有起色 我就死心了 我会把手表再还给你的 什么心理安慰 瞎扯 方叔还想阻拦 被我妈打断了 芸汐 你就把手表借给你妹妹代代 她又不是不还你了 我妈语气强硬 我将手背在身后 扔定的摇头 不 我妈气得站起来 直接扯过我的胳膊 无视我的挣扎 将手表从手腕上强行剥离 十二岁的我 力气终究比不过一个成年人 她使出全力 我不是对手 再加上她又是我妈 我不敢使劲反抗 当我妈抢我手表的时候 方露露和方叔 全程在旁边看着 无动于衷 在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 这个家里就我一个外人 他们才是一家人 我跪坐在地上 委屈大哭 方叔假装劝了两句 要来扶我起来 我推开她的胳膊 哭着跑进房间 不用管她 这么大了还任性 就该好好治治她的脾气 我妈在客厅大声说 第二天 方露露就带着我的手表 故意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端过盘的时候 开门的时候 伸懒腰的时候 她假装不经意地伸胳膊 总是会磕碰到手表 我戴了这手表两年 从来没有磕碰过一下 手表每碰一下 我的心就狠狠疼一下 在她带着手表去洗手时 我终于忍不住大叫 把手表取下来 她不防水 不防水吗 她眨眨眼 慢条斯理开始取手表 然后当着我的面 她将手表丢进了水盆里 我猛地跳起来 快速冲进洗手间 将手表捞起来 可是已经晚了 表的屏幕已经熄灭了 方露露一脸无辜 哎呀 不小心掉了呢 我伸手扯过她的头发 将她的头按入了洗脸盆里 啊 方露露尖叫出声 我愤怒到失去理智 使出全身的力气 将她的头一次次按进水里 还我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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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疯一样大叫 在厨房忙碌的我妈 听到声音跑过来 看到眼前的情景下呆了 反应过来后 她一把扯开我 惊魂未定的扶着方露露 露露 你没事吧 方露露大口喘着气 等终于缓过进来了 冲到我面前又踢又打 我想还手 却被我妈及时抱住 我动弹不得 只能对动挨打 你放开我 我挣扎着 可是我妈死死压制着我 让我给方露露打 等到方露露终于打累了 她还不罢休 像仇人一样看着我们 等我爸回来了 我要你们好看 我感觉到 我妈明显色缩了一下 露露 我妈像一个小孩子哀求道 这件事 能不能不要告诉你爸爸 方露露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 一边冷哼 可以啊 让林熙跪下来 给我道歉 你做梦 我大猴 你故意弄坏我的手表 你该死 啪 我妈扇了我一巴掌 她冷冷看着我 给露露道歉 我不 我举起手表给她看 妈 这是我爸给我的手表 她已经死了 这是我唯一的念想了 你看看 她被方露露丢进水里了 我爸已经不在了 我连她留给我的东西都护不住 我大声痛哭 露露不是故意的 半上 我妈说了这句话 在这一刻 我忽然醒悟了 不再对这个女人抱任何希望了 因为我恍然发现 只有我一个人在怀念爸爸 对于她而言 我爸只是一个死去的人 她早已在她心里烟消云散了 她现在有了新的家庭 新的丈夫 新的女儿 新的生活 既然她不要我和爸爸了 那我也不稀罕 她能少的可怜的母爱了 最终 我还是没有跟方露露道歉 不过 方露露也没跟她爸告状 因为我妈用一千块的零用钱 把她哄住了 那个暑假 我没跟她们说一句话 有一天 方露露突然说她想学画画 我妈二话不说 带她去报了兴趣班 我知道她又是故意的 因为她曾经看过 我在练习册上偷偷画的画 她知道我喜欢画画 以前爸爸曾经答应过我 如果我小生处考得好 她就送我去绘画兴趣班 我考了第一名 可是再也等不到爸爸兑现承诺了 没关系 我可以在心里 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 让她为我骄傲 至于兴趣班 既然爸爸不能带我去了 那我就不去 方露露每次去兴趣班 都会像我投影胜利者的眼神 我知道她不喜欢画画 她就是想气我 如果换作以前 我肯定会嫉妒 会埋怨 会委屈 但现在 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妈再怎么偏爱方露露 已经记不起我内心的一点情绪 不再抱希望 也就不会失望了 初一开学 第一次月考 我考了班里第一名 那天晚上回家 我妈破天荒的对我露出笑脸 吃饭的时候 还一直给我加菜 芸汐 你妹妹学习上有些困难 你帮帮她 以后每天晚上给她补习好吗 我拒绝 我自己学习的时间都不够 方叔放下筷子 赶着脸走到阳台去抽烟 很明显是对我的话不满意 你跟我过来 我妈拉着我进房间 方露露根本没心思学习 给她补习 纯属浪费时间 我态度坚持 芸汐 你也知道 我们家以前的房子 一直租给别人在 我妈忽然转换话题 家里的这东西 都堆在储藏间里 前几天租户打电话给我 说要把储藏间腾出来用 让我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干净 我想着 那些东西也都没用了 不如就扔了吧 我浑身的血液 在这一刻凝结 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 他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他明明知道 那间储藏间里放着的 都是爸爸的遗物 他怎么能用这个来威胁我 虽然早已对他失望彻底 但在这一刻 我才真正见识到他的凉薄 一个是他一起生活多年的丈夫 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 他到底对我们 还有没有一点感情 好 我给他补课 我最终妥协 你答应我 不能把爸爸的东西扔掉 行 连续教了方怒怒几天 我就明白了 他根本不是想改善成绩 他只想拖垮我的成绩 每次我给他讲题 他从来不认真听 不是听歌就是玩手机 甚至还对着镜子练习化妆 但只要我不管他了 低着头开始自己学习 他就不干了 随便扯过一张试卷 让我从头讲到尾 但他就是不听 如果你不听 我就回房间了 我说 那不行 你赶走 我就跟你妈说 他只高气啊 李恩熙 你不就是成绩好点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就是要捣乱 让你学不成 看你还怎么考得好 看来 我在家里是真的没法学习了 于是 每天晚上 我一进他的房间 就用他的电脑开始打游戏 对此 他倒是喜闻乐见 恨不得我沉迷游戏 跟他一样无心学习 我的成绩一天天掉落下来 从班里第一名 掉到十几名 到二三十名 到了初二 我的成绩已经是班级倒数了 和方鹿鹿差不多 他终于对我放心了 不再要求我补课了 当时我妈的面稀落到 就你这成绩 现在连我都不如 我给你补课还差不多 我妈叹了口气 芸汐 妈妈真的对你很失望 没想到你能把成绩搞成这样 方鹿鹿在旁边幸灾乐祸 我在心里冷笑 我可没看出来他哪里失望了 如果真的关心我的成绩 看我退不成这样 正常的做法不是应该教训我 狠狠逼我学习吗 只有完全不在乎 才会这样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 没有方鹿鹿的纠缠 我每天晚上 终于能待在自己的房间了 不过他始终对我不放心 时不时推开我的房门 看到我确实 在电脑前玩游戏才放心 我的成绩当然没有倒退 这都是我装的 我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 无比怪异的家庭 为了能换取一点平静的生活 连真实成绩都不能显露 如果我成绩好 方鹿鹿看不惯 就会让我妈逼着我给他补课 我妈用我爸的遗物威胁我 我只能妥协 为了不每天晚上 和方鹿鹿待在一个房间 我只能假装自己是个学渣 这样他才会放过我 晚上能待在自己的房间 是我在这个家里 难得的安静时光 中考的前两天 方鹿鹿突然叫住我 笑嘻嘻道 对了 你这两年的学渣面目 不会是装出来的吧 我心里一咯噔 表面却不动声色 他接着说 你可别对我来个惊喜 中考搞个超常发挥 你信不信 不管你考在高分 我都有办法 让你上不了高中 我信 方鹿鹿对我的敌意 已经走向偏执了 他见不得 我有一点点好 哪怕我中考全是第一 他也能有办法 让我上不了学 他骨子里有一股疯狂的痕迹 我还没成年 我必须上高中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不断对自己 进行精神安慰 中考 我考了个很烂的分数 刚刚够13中的录取线 13中是全是最差的高中 就这方鹿鹿都没考上 他总分只有100多分 要想进13中 必须交很大一笔责消费 方叔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每个月给我妈两千 剩下的也不多 他自己要花 还要时不时被方鹿鹿抠走一些 手里没攒几个钱 我妈刚结婚时 手里有20多万 这几年贴不家里 给方鹿鹿买价格不菲的 衣服鞋子生活用品 这些钱用去了一大半 还剩下10万不到了 方鹿鹿的择效费高达8万多 我妈很慷慨的 拿出自己剩下的全部积蓄 我气愤道 妈 这是我爸用命留下来的钱 你凭什么给方鹿鹿用 你还未成年 对家里的钱没有决定权 我妈冷冷道 不行 我不许你用爸爸的钱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扯着她的胳膊哭喊 李芸汐 再哭就把你爸的骨灰丢了 她不愧是我妈 总是能抓住我的命门 一句话就让我做嘴 就这样 方鹿鹿用我爸留的钱 交了择效费 跟我一起进了13中 13中汇集了全是最差的学生 一个班上没几个人 是在认真学习的 连老师都对大家不抱希望 上课都是敷衍了事 在这样的环境中 想要学习 如果是不好好讲 有知识点不懂 我就自己在网上搜课程学习 当然表面上我还是一个学渣 完美融入到班上的同学中 在一众学渣中 我的成绩始终控制在班级中等 晚上回家 我就大大方方在房间里打游戏 最近新出了一款手游 玩家众多 极易上瘾 方鹿鹿已经沉迷其中 不可自拔了 看到我每天晚上也在打游戏 她就放心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玩游戏和她玩游戏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把打游戏 当做功课难题一样 认真对待 做笔记 分析战术 复盘 练技术 我的游戏打得越来越好 段位也越来越高 之所以这么努力打游戏 是因为我发现了一条挣钱的新途径 帮别人带打游戏 我需要钱 但我又没时间出去打工挣钱 带打游戏太适合我了 高一下半年 我靠着断断续续给别人带打游戏 攒下了将近三千块钱 高二开学 班里新转来一个一头黄毛 弹长的特别帅的男生 他叫顾明凯 因为出色的外貌 在学校里很受女生的喜欢 但这个男生又很渣 对女生采取三步态度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他渣得明明白白 但依然有女生前途后继 一天晚上 方露露像往常一样 突然打开我的房间门 看我是不是在玩游戏 可是 开门的一瞬 他却看到我慌张地 将桌上的一张纸藏了起来 我紧张的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饶有兴趣地走进来 一步步站到我面前 我就看着他伸手 从我的胳膊下 抽出那本压着的书 打开 拿出里面的那张信纸 这是情书 他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 我伸手想将纸夺回来 但却被他躲过 他拿着纸 将上面的内容看完 虽然只开了个头 但前面的称呼 不妨碍他看出来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露露 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 我语气哀求 我本来成绩就差 现在还有了这种心思 我妈知道了 肯定要失望的 你喜欢顾明凯 他没有回答我 而是对我的信充满兴趣 就是你们搬新转来的那男生 听说他长得很帅 是不是呀 是 我害羞的回答 哦 那我明天去你们搬看看 他点点头 放心吧 我不告诉陈怡 第二天 方露露果然带着他的小姐妹 来我们搬看帅哥了 然后一个星期后 他和顾明凯谈恋爱了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太了解方露露了 他就喜欢跟我抢东西 看到我写给顾明凯的情书 知道我喜欢他 他不下手才怪呢 而且他们两人恋爱后 方露露特别高调 每次课间休息的几分钟时间 他都要跑到我们搬来 跟顾明凯亲亲握握 午休时间 他会一直待在我们教室 甚至坐在顾明凯的腿上 两人相互喂饭 有时候还接吻 画面拉眼睛 让人不敢直视 我感觉方露露是故意这样高调 因为每次他跟顾明凯 做了什么亲密动作 总会向我投以得意的眼神 他就是故意跟我炫耀 可是 众所周知 顾明凯这个花心 男力人女朋友的保持期 不会超过一个月 方露露也不例外 他只跟顾明凯谈了两个星期 就被踹了 顾明凯无缝衔接了新任女朋友 名字叫刘新宇 是一个看着胆怯害羞的女生 顾明凯喜欢逗她 每次都当着我们班学生的面亲她 她都会羞得满脸通红 方露露疯狂嫉妒刘新宇 找了她的几个小姐妹 在一天放学后 拦在她回家的路上 让她殴打至晕倒 他们不知道的是 刘新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一次的校园暴力 差点让她丢了命 如果不是有好心人 将昏倒的她送到医院 可能她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刘新宇一送到医院 就进行了紧急抢救 直到两天后才脱离危险 但接下来 她还要做一场心脏手术 醒过来的刘新宇 讲述了自己被暴力的过程 她的爸妈大发雷评 扬言要将伤害她的人都送去监狱 方露露是主谋 也是暴力的主要实施者 对这件事要承担最大的责任 方叔和我妈都慌了 每天都去医院求刘新宇的父母 让他们手下留情 不要去告方露露 虽然方露露还没成年 但如果对方一定要追究 她受到的惩罚也不会小 后来 在我妈的下跪求饶和痛哭流涕下 刘新宇的父母动拢了 可能同样作为父母 体会到了她的一片慈母之心 也可能是医生说 刘新宇的手术风险不大 总之 他们同意不追究方露露法律上的责任了 不过 刘新宇的手术费 要方露露和那几个女生全权承担 而且方露露是主谋 她一个人要承担大部分的费用 也就是说 我们家要拿出三十多万 来赔偿给刘新宇 方露露的择效费 就已经花光了我妈的存款 家里再没多余的钱了 我妈将主意打到了 我们原来的房子上 她想把那套房子卖了 好帮方露露出这个钱 不过很可惜 她的如意算盘没能打响 她当初把房子一口气 租给别人三年 房租都是一年一付 如果她提前收回房子 需要出一笔不小的违约金 后来经过商量 他们决定把现在住的 这套方叔的房子卖了 这套房子没卖几年 还有不少房贷没还 加上卖得及 没能卖个好价钱 扣掉房贷 剩下的钱刚好够赔 给留心于家 房子卖掉后 方叔在外面租了套房子住 我趁机提出了要住校的要求 说是这样 他们就能租小点的房子 省些钱 坐在学校的这段时间 是我自我爸去世后 最轻松最自在的一段日子 到了高三 我就不再打游戏了 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 终于 我期待的高考到来了 考完后 我对了下答案 预估了分数 对自己的成绩就有数了 可以查分数的那天 方露露不怀好意的对我说 姐 我听人说 最后这段时间 你在宿舍挺用功的 还怕在被窝里学习呢 是不是呀 之所以后来放心让我住校 是因为方露露也觉得 我的成绩已经差成那样了 再加上13中的教学条件 我就算最后一年想学 也学不出什么名堂了 此刻 她才会这样幸灾乐祸 想看我的成绩 至于她自己的成绩 她甚至懒得查 因为最后一门考试 她压根没去 陈怡 我们一起来查查姐姐的成绩吧 方露露语气轻快 正好 我也想当着她能面查成绩呢 这一刻我等很久了 所以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656的总分 除了我 他们三个人都愣住了 好办上 方露露才吞了吞口水 说了句 会不会是说错准考证号了 我提醒她 准考证号错了 那能凑巧到和我同名 李芸汐 这几年你一直在演戏 你在骗我 接下来 一直话少的方叔却开口了 芸汐 高考作弊后果很严重的 你赶紧去跟学校主动承认错误 还能少些责任 方叔 我没有作弊 这是我自己考的 我微微一笑 方露露却像疯了一样 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 表情猙獰 贱人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在我面前装学渣 我狠狠推开了她 方露露后退几步 手碰到饭桌上的一个花瓶 她抓起花瓶 就朝我扔过来 去死吧 贱人 她的动作太快 我来不及躲开 花瓶在我的额头碎裂 顿时鲜血淋漓 我捂住头肠绷带得脸受伤的额头 看着他们几个神色各异的表情 心里痛快不已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呀 我忍太久了 我一步步走到方露露面前 快速左右开弓 扇了她两巴掌 方露露直接被扇倒在地 怒不可遏 她咬牙切齿 你敢打我 早就想扇你了 我屈高临下看着她 我妈和方叔 慌忙将方露露扶起来 方叔凶狠地看着我 芸汐 你过分了 我过分 我轻笑 我伤了她两巴掌 就是过分 平时她欺负我的时候 你就选择事儿不见是吧 方叔心虚地躲开我的视线 我转向我妈 看到没 人家这才是亲生 而我妈却痛心疾首 捂着胸口 芸汐 你是在埋怨我对你不好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还对你妹妹动手 你心里还有没有增加 加 自从我爸去世后 我就没有家了 我语气冷淡 所以你就欺骗我们 我妈满脸失望地看着我 就像看着一个 犯了大错的叛徒 露露说的是真的 这几年你一直在演戏 假装自己成绩很差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我走到茶几旁 抽了几张纸巾 将额头和脸上的血擦干净 又用纸巾将伤口捂住 深吸一口气 看着她一字一句道 因为我恨你们 我妈满脸悲伤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这几年你方叔是白痒你了吗 你这个白眼狼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你要这么说 我就详细给你掰扯一下 你带着我爸的二十万赔偿金 和六万存款 嫁到这个家 目前为止 二十六万块花的一干二净 至于这些钱在我身上花了多少 你心里有数 方叔每个月给你两千块 一年两万四 你们结婚七年 他给你的钱一共不到十七万 也就是说 这些年在金钱方面 对这个家的贡献 也是超过方叔的 而你一分钱没挣过 这些钱都是我爸留下来的 换句话说 这七年我花的是我爸的钱 芸汐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 我妈痛心的 以后我会去外地上大学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冷静对她说 看在你是我亲妈的份上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爸临死还不放心你 担心你没有谋生的能力 就当时完成她的心愿 以后我会照顾你 但前提是 你离开方家 方叔看向我妈 一脸紧张 我妈回她一个安慰的微笑 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随即 她又看向我 芸汐 我不明白 不理解你 为什么非要急匆匆嫁个男人 不理解你 为什么上赶着给人家当保姆 劳心劳力伺候人家 不理解你 为什么轻松的日子 不过非要过苦日子 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蠢成这样 倒贴钱倒贴劳力 也要找个男人 你找这样一个男人 到底是图什么 图他把你当免费保姆吗 图他能花你的钱吗 你是离了男人 就活不了了吗 后面那句 你就这么下贱吗 我忍着没说出口 我妈气得要来扇我巴掌 我快一步拦住了他的胳膊 这一巴掌没有落下 我冷眼看他 就当我没问 我早就猜到 你是这样的选择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吧 以后等你到了 法定养老的年纪 我会给你支付 你应得的养老费 除此之外 不要再联络了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跟我走 才敢问出这样的话 为的只不过是 给天上的我爸一个交代 爸 你看到了吗 不是我不想照顾他 是他自己不愿意 我从房间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 走到大门口时 方璐璐突然间叫起来 陈姨不要让他走了 以后他上了大学 再也不会管你了 说什么养老 到时候连他的人都找不到 你上哪找他要钱 我妈弄了片刻 眼底一片阴沉 芸汐你不能走 你想上大学也行 必须是本事的 妈不许你去外地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我语气平淡 你爸爸 你又想用我爸的骨灰和遗物 来威胁我是不是 我轻笑 你多久没回我们以前的家了 我爸的所有东西 早就被我全部拿出来 换个地方保存了 靠着之前拼命做游戏 带打正的钱 我租了一间房子 抽空去以前的家 把我爸的遗物都拿了出来 放在我租的房子里 现在我妈再也没条件 可以拿你威胁我了 在她茫然惊黄的眼神下 我潇洒走出门 贱人你不能走 方璐璐坚声叫道 我停住脚步 转身看向她 我劝你省点力气 这样对孩子不好 说着我瞥了眼她的肚子 快两个月了吧 方璐璐瞪大双眼 像被按了暂停键 整个人呆在那里 看来她果然自己还不知道 接着他们一家人兵荒马乱 方璐璐怀孕的事是我猜测的 顾明凯在学校里吹嘘 说方璐璐哭着喊着让她睡 她就勉为其难答应了 这件事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很多学生都知道 但方璐璐这人是真极品 他居然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跟别人炫耀说 这是真的生怕人家不相信 高考前几天放假 我在家里就发现 方璐璐时不时干呕 有一次 他看着桌上刚端上来的一盘鲫 而且高考的最后一门 他也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说是犯恶心才任性委屈的 另一方面 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 去了也考不出来什么成绩 干脆白烂了 事实证明 我猜对了 很快我就从同学那里 听到了关于方璐璐的事 去医院检查后 他果然怀孕了 他爸扇了他一巴掌 他却很兴奋 说是可以跟顾明凯结婚了 方璐璐在他爸和我妈的带领下 去顾明凯家找他负责 顾明凯怎么可能负责 嚷嚷着 那也不一定是他的孩子 方璐璐委屈地哭诉 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冤枉自己 自己就跟他一个人发生过关系 顾明凯表示不相信 说他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两家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终于达成协议 顾明凯家赔偿三万块 方璐璐却打胎 等到了医院 方璐璐却趁着去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跑了 他爸和我妈到处都找不到他的人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是很满意的 也不枉费当初使记 让他喜欢上顾明凯这个渣男 顾明凯人品低劣 仗着不错的长相 到处骗女生 我当然不可能喜欢上这样的人渣 那封情书 是我故意让方璐璐看到的 我太了解他了 他热衷于抢我喜欢的一切东西 知道我有喜欢的男生 他还能无动于衷 那就不是他了 他去追顾明凯 在我意料之中 本来顾明凯长得就挺帅 再加上追上 他就能羞辱打击我 方璐璐怎么可能没有动作 现在他还怀了顾明凯的孩子 顾明凯又不认 这比我当初料想的结局刺激多了 我担心学费的事了 发奖金的时候 我跟校长说了家里的情况 校长和老师们都很同情我 没有联系我家里 直接把奖金交给我了 暑假期间 我在满18岁的那天 跟我妈打电话 让他把以前的房子卖了 钱我和他一人一半 我说我已经成年了 有权继承我爸的遗产 以前的钱我就不追究了 但房子我必须要 我知道 之前那家租户的合同快到期了 我妈准备带着她丈夫搬进去住 让他们一家住进我爸买的房子 我怎么可能答应 我可不想让我爸在天之灵被恶心到 宁愿把房子卖了 听了我的话 我妈从开始的惊讶不相信 到后面大声痛骂 最后又好言相求 反正就是不答应卖房子 跟他讲道理永远不可能成功 我干脆挂了电话 然后我直接把我妈起诉了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收到法任传票 我妈才知道我是认真的 她心里也清楚 如果真打官司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我赢 作为女儿 我继承我爸一半的房子 天经地义 不想白花一笔请律师的费用 我妈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把那房子卖了 把钱给我的时候 她双眼里全是对我的怨恨 咬牙切齿地说 以后就没我这个女儿了 而我回她一句 求之不得 大四的时候 我从老乡那里 听到了方鹿鹿故事的后续 这个缺心眼又愚蠢的人 居然偷偷躲起来 把孩子生了下来 当她抱着孩子 跑到顾明凯家 满心喜悦地宣布 这是她的孩子 不幸可以去做亲子鉴定事 搂着新女朋友的顾明凯 简直吓傻了好吗 新女朋友跑了 顾明凯当然是气死了 烦死了 想让这对母子消失在眼前 可是她奶奶看到重孙 却舍不得了 做主将方鹿鹿和孩子 留了下来 那时候她俩还不到 法定结婚年龄 无法领证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生活在一起 好不容易到了 顾明凯可以领证的年纪 她却在去民政局的 前一天偷跑了 顺带拿走了她爸的银行卡 方鹿鹿等了一年 丢下孩子 跑到广州去找顾明凯了 她以前听她说过 想去广州闯荡 至于我妈 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问我要钱 哭诉方叔有多虐待她 现在一分钱的生活费都不给她 有时候喝酒了 还对她动手 我说你可以离婚 还可以出去找工作 她顿时不吭声了 她继续问我要钱 我说 等你到了法定养老的年纪再说吧 我现在没义务给你生活费 挂断电话 我看向电脑屏幕 那里是一封电子offer 我被心仪的大厂录取了 踏上宽阔平坦的道路 我看到了前方的明朗 我有信心 以后我的前路一定会充满阳光 番外傍晚 陈如拎着捡的一大袋塑料瓶走进家里 刚一进门 卧室里传出方露露的斥责 怎么现在才回来 给我买的可乐呢 陈如愣了一下 走到卧室门口 对不起 露露 我忘记买了 你是猪脑子 动不动就忘记 你说说 最近我让你买东西 你都忘记几回了 躺在床上的 方露露气得坐直了身体 你爸爸马上回来了 我要去做饭了 说完陈如赶紧走了 走进厨房 陈如松了口气 还好现在方露露腿脚不方便 不然早冲出来找他算账了 当初 方露露跑到广州 一去就被人骗进了不法团伙 被逼着做皮肉生意 客人给的钱 他不仅一分拿不到 还整天被团伙的人监视软禁 头都逃不掉 后来有一次 他偷跑被发现 左腿被打残了 都这样了 那伙人都不肯放他走 让他瘸着腿继续接客 直到警察在扫黄打飞行动中 抓捕了这伙人 方露露才获救 回到家后 他还想去找顾明凯 却发现他们一家人都搬走了 他家房子都卖了 无奈的方露露只好回家 天天躺在床上混吃等死 他的腿脚不方便行走 除了上厕所 他基本不起床 想要什么 就扯着嗓子喊陈如给他拿 方露露动不动就让陈如 在外面给他买零食饮料 陈如一开始还买 时间长了 是真舍不得了 心疼钱 现在 老方是一分钱生活费都不给陈如了 他一个大活人的生活 处处都要钱 大半辈子都没工作过的陈如 出去找工作 没人要他 太累的工作 他又吃不了那个苦 最后 他只能去捡垃圾 每天也能卖个三十块钱 方露露问他要的零食饮料 有时候能让他把一天挣的钱都贴进去 现在 不论方露露要买什么 陈如都是一个借口 忘记买了 他知道方露露开始怀疑他了 但他懒得管 他得先顾自己 刚做好饭 老方回来了 他的手里拎着一袋卤肉 晚饭是一盘青菜 一盘土豆丝炒肉 但是陈如能吃的只有青菜 荤菜他不敢碰 现在老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 自从他家肉菜被他打了一顿后 他再也不敢动桌上的荤菜了 方露露吃饭一向是懒得起床的 都得让陈如乘好了端给他 吃完晚饭 方露露开始给他爸告状 说陈如连瓶饮料都不给他买 天天在家虐待他 老方二话不说 抬脚将陈如踹倒在地 陈如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得打出惊艳了 只要他敢挣扎 或者嘴里发出哀叫 这个男人就打得更加兴奋 果然 踢了几脚看他一声不吭 动也不动 老方觉得没意思 打开门出去了 陈如知道 他去楼下打麻将了 不到半夜不回来 他每个月发工资了 不给他一分钱 还完房贷 剩下的全部在牌桌上输完 他不敢说他一句 否则就会坏来一顿拳打脚踢 老方走了 陈如忍着痛爬起来 开始收拾碗筷 方露露上完厕所 没有回房间继续躺着 而是坐在沙发上嘲讽陈如 掌教训了 非得挨一顿打财老实是吧 陈如哀求道 陈如 我真的没钱 方露露眼里闪不狠利 没钱 可以问你女儿要啊 我可是听说 灵溪现在进了大公司 年薪少说几十万呢 怎么说你也是他亲妈 问他要点钱不过分吧 我联系不上他 陈如语气平淡 真心找一个人 怎么可能联系不上 方露露眨眨眼 要不我找老同学 打听一下她的电话 我看你干脆让她 把工作辞了 在这边找个工作 也方便照顾你 她不会听我的 你可是她亲妈 她怎么会不听你的呢 陈怡 你把她叫回来好不好 让她挣钱养我们 方露露说出心里的期盼 陈怡 你不是最疼我的吗 为了我 连你的亲生女儿都可以不管 为了我 一次次伤害灵溪 闭嘴 一向忍气吞声的陈如 大声吼道 你敢吼我 方露露嗓门拔高 我说陈如 你不会后悔了吧 后悔那么对自己的女儿 后悔当初对她太狠 后悔也晚了 该伤害的已经伤害了 闭嘴 我让你闭嘴 话还没说完 陈如扑过去 对着方露露又抓又打 像是忍到极限后的爆发 陈如下了狠手 一下下用尽全力 学着腿行动不变的方露露 一开始也试着反抗 发现毫无还手之力后 只能抱头挨打 陈如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看我爸回来不打死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忽然 陈如停手了 她嘴角扯起一个笑容 让方露露忍不住打个冷战 露露 你爸爸每天都要上班 她一走 家里就剩我和你了 你说 以后我每天把你打一顿好不好 陈如面带微笑 不对 上午打一顿 下午打一顿 你想告状就告状吧 以后 你爸晚上打我 我白天打你 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不 方露露吓得直摇头 陈怡 我错了 我以后不告状了 你别打我好不好 陈如没有理会 全身发抖的方露露 她打开大门 朝外面走去 天色已暗 陈如茫然的 在小区里晃悠了一圈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在花坛边坐了下来 她的脑海里 一直回想着方露露的那句话 你不会后悔了吧 你后悔了吗 陈如在心里问自己 她不知道自己 怎么活成了这副鬼样子 明明她以前很幸福的呀 难道真的像芸汐说的那样 她就不该结这个婚 可是 芸汐的爸爸已经死了呀 她再结婚不行吗 小时候 陈如是她妈一个人带大的 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爸 在那个年代 一个女人拉着大一个孩子 可想而知有多困难 每次她们家被别人欺负时 她妈总是哀叹 要是家里有个男人就好了 听了多了 她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在饱受外人欺凌的家庭长大 陈如从小就在心里 建立了一个想法 家里一定要有男人 所以在丈夫去世后 她才会觉得信念崩塌 当又有一个男人出现时 她马上就嫁了 为了讨好这个男人 她偏心她的女儿 她拿出自己的钱补贴这个家里 甚至把卖掉 以前房子分到的那半钱交给她 付了这套房子的首付 后来 她看到这个小区里 有个女人和丈夫离婚了 一个人带着女儿 每天上班照顾女儿 她脸上的笑容告诉别人 她现在过得很好 陈如忍不住想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 恍惚中 她想到芸汐很久以前告诉她的 明明她可以过得很好的 为什么非要过苦日子 她如今这样的生活 都是她自找的 不 陈如不敢去想 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哪怕心底有个隐约的念头 确实是她做错了 她也不敢想 不敢承认 她没勇气接受那样的失败 她怕自己会崩溃 她所有的精力和金钱 都投入了方家 现在的房子也是她的钱买的 真走了她就一无所有了 也证明这些年 她活的就是个小话 陈如告诉自己 她不走 她要留下来 就这么跟方家妇女互相折磨吧 现在的日子太艰难了 唯一能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 就是坚持等到55岁 那是她法定养老的年纪 到时候 她每个月就能收到芸汐 给她的生活费了 再也不用这样辛苦了 虽然她以前那样对待芸汐 但她知道 芸汐一定会按时给她钱的 可是 她现在才48岁呀 比55岁还有7年呢 这7年 她要怎么熬过去呢 或者 她能熬得到那时候吗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